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Nelson 今天又和大家分享Link 那究竟呢 說什麼Link呢 就是來自美國的Head 說到Head 當然要介紹一下Jet 180 相信很多車友在2022的Ironman世界錶賽 Kona那一站都有看到這隊Link 很多三貼選手去使用 最令人矚目的就是它的樣子 因為很少會看到有這麼寬高的一隊Link 遠看就像是DONUT一樣 在介紹這隊Link之前 可能要講一下Head的老闆娘的小故事 其實Head的老闆娘N Head 在1983年她也有參加了第一次Kona 又是三貼比賽 她去年跟研發團隊就想 如果Kona不准損失用碟Link 那我可以怎樣去應合這個要求或限制呢 她就想我們要做一個Link是符合到大會的要求 但是它的框高就要越深越高越好 這樣這個Jet 180就是這樣面世的了 180這個名字還有第二個意思 不單止它是代表框高 框心是180mm 其實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Kona世界錦標賽 單車的部分 它的總距是180km 所以現在整件事真的完全合適了 這隊Link都是因為這個比賽而言發 說說大家關心的問題就是重量 Disk Brake是129g Ring Brake反而就重一點 1258g 它這隊Jet 180一面世之後就已經拿到一個非常好的成績 Head的Link在美國製造 全部都在明尼蘇達州製造 在這個標籤上面都可以看到 它都有寫 如果用這隊Jet 180 它的Maximum PSI 如果你用23mm的輪胎就是80 如果你用25mm的輪胎就是75 然後你用28mm的輪胎 Maximum PSI就是70 這個大家都要留意 可能大家有留意到這裡 其實這個簽名就是Steve Head 就是Head這間公司的創辦人 這個簽名來的 這個全新的Jet 180 就在2022 Ironman面世了 它是贊助車手Sam Lailo 都拿到一個非常好的成績 當然它就用Jet 180 它在男子方面 總排名是拿到全場第二名的 非常之快 那還不得已 單車這個項目方面 它還破了這個大會的紀錄 它是用了4個小時 04分鐘36秒 去踩上這個180km 總長度的這個賽段 那換句話說 它的平均時速 就達到44km per hour 那真的跟一輪車一樣快 那換句話說 Sam Lailo 這個紀錄 是比上一個紀錄保持者 是快了接近5分鐘 那麼多 那很多選手如果配了Jet 180 做後輪胎 它前輪胎 就會選用這個Vanguish RC Pro系列 那很多選手後面如果用了Jet 180 那前面他們很多時候都會用Vanguish RC Pro系列 Vanguish RC Pro系列 就有RC4 RC6 RC8 以及RCD RC4 就是40mm RC6 就是60mm 而我手上這個 就是Vanguish RC Pro 就是RC6 就是60mm 這個是Vanguish RC 6 Pro 那我經常收到一些客人會問我 看到有Vanguish RC Pro的系列 然後有Vanguish RC Performance的系列 那Pro和Performance有什麼分別呢 那其實它的形狀是一模一樣的 那只不過Pro 就會用一個可能好一點的 Carbon物料 輕一點的LINKZ 然後那個盒子 又會用它們最美的盒子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Hack的產品差不多啦 那我就不敢唱戲啦 那這次 都要記住CLS 然後按旁邊的鈴鐺 你有什麼影片 你有時間收到通知啦 歡迎大家去Follow 我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很多新產品在上面 會公佈給大家看的 那我是Nelson 那我們又下次見啦 拜拜 Hi 三脫 好match 希望沒有彩蛋